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简报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吴龙虎。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美国参议员詹姆斯·兰克福德呼吁加强立法, 利用跨联盟中的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来对抗中国在电池组建方面的垄断地位。 随着电动车需求的增加,兰克福德强调需要建立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关系, 以应对与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 接下来,中国科学家发表了一项研究, 表明美国海军的康涅迪格号潜艇在南海高速航行时, 可能会在海面上留下可检测的波纹, 这一发现可能对传统潜艇的隐身能力构成挑战, 并增加潜在潜艇战争的复杂性。 最后,日本对华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创下新高, 随着美国贸易限制的加剧, 中国对这些设备的需求激增。 在三个月内,日本对中国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价值 同比增长了82%,达到5212亿日元。 这一增长部分是由于中国制造商转向生产通用芯片所致。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在美国总统乔·拜登推动绿色交通 和对中国关键矿物征收关税的背景下, 美国参议员詹姆斯·兰克福德呼吁加强立法, 要求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盟友 共同应对中国在电池组建领域的垄断。 兰克福德指出,美国缺乏明确的战略计划 来减少对中国关键矿物的依赖。 2022年,中国占全球稀图,矿物生产了648%, 石墨生产了70%,并几乎处理了全球所有的石墨供应。 兰克福德强调,四国必须进行对话, 制定共同的行动计划。 澳大利亚拥有全球最大的关键矿物储备之一, 最近宣布了吸引矿业和加工投资的新计划。 日本则成功将对中国关键矿物的依赖 从2010年的90%减少到2023年的60%。 兰克福德表示,在与中国紧张关系加剧 和推动电动汽车的背景下, 需要建立可信的伙伴关系。 他特别提到四方安全对话的, 这是一个由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 组成的非正式联盟,旨在应对中国的野心。 南华早报报道,2021年10月2日, 美国潜艇在南中国海北部高速巡航时撞上了一座海山。 美军调查将事故归咎于船上官员和船员的疏忽 以及对地形的不熟悉。 中国科学家的一项新研究表明, 大型潜艇如SSN22在超过20节的速度下 可能在水面产生可检测的波纹, 从而暴露其位置。 研究团队使用中澳国船杆器收集的实际环境数据 研究潜艇在南中国海的水面波纹。 研究发现,在特定条件下, 潜艇可能与周围水体共振, 产生意想不到的干扰。 这项研究为潜艇在实际海洋中的安全导航 提供了新的见解。 近年来,潜艇波纹检测技术取得了快速进展。 中国科学家开发的基于6G技术的新兴反潜雷达 可以检测到HIGHTH面上极小的波纹。 日经亚洲报道,东京。 在截至3月份的3个月里, 日本至少50%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到了中国。 这是连续第三个季度出现这种情况。 这一现象部分是由于美国主导的贸易限制 引发了对不太先进设备的需求激增。 日本的贸易数据显示, 中国在半导体制造设备, 这些机械的组件, 以及制造平板显示器的设备方面, 占据了很大比例。 对中国的出口价值同比增长82%, 达到521212亿日元,33.2亿美元。 创下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日本去年7月开始要求向非友好国家 出口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 需要获得贸易部的批准。 中国政府数据表明, 这一类别的月度进口量持续同比增长, 4月约为40亿美元。 无法获得先进半导体设备的中国制造商 转而生产通用芯片。 这一转变推动了不在贸易限制范围内的芯片制造设备出口激增。 全球市场在2022年下半年进入低迷期, 但现在显示出触底反弹的迹象。 日本的全球芯片制造设备出口在上季度同比增长13%, 这是五个季度以来的首次增长。 Nikey Asia报道, 小米作为中国电动车市场的新进挑战者, 计划到2025年将其驾驶辅助技术开发人员数量翻倍达到2000人。 小米在今年3月推出首款电动车, 并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将开发人员增加到1500人。 公司计划在这一领域投资47亿元人民币, 其中15亿元将在今年投入。 小米将利用其在智、能手机等业务中积累的人工智能技术来升级驾驶辅助功能。 目前,小米的驾驶辅助技术出于L2级别, 支持转向、加速和减速。 尽管中国法律只允许L2级别的技术上路, 小米计划在现有框架内改进技术, 并开发更高级的辅助功能。 小米的SU7电动车在中国拥挤的电动车市场中, 因其设计和交场的续航里程,而隐匿起了一些关注。 中国目前仅在部分城市允许更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技术上路, 预计将扩展到10个城市, 计划到8月在中国大陆全面推广。 华为、DJI汽车等公司正在向汽车制造商提供驾驶辅助相关技术, 而特斯拉、小鹏汽车等电动车制造商则在开发自己的自动驾驶系统。 Yahoo! US报道, 德国内政部长南希·菲瑟尔周二前往萨拉热窝进行了一次未公开的工作访问, 旨在遏制通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进入欧盟和德国的非法移民。 最近,通过巴尔干国家的非法入境人数有所增加。 柏林政府消息人士表示, 讨论的议题包括边境保护、遣返合作、签证政策和打击有组织犯罪。 自塞尔维亚加、枪机场检查以来,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萨拉热窝前往德国。 据消息人士称, 2023年有3.5万名土耳其公民进入波斯尼亚, 但官方离境人数却少得多。 此外还有约1.4万俄罗斯人和6800名中国公民。 随同费瑟尔出访的还有联邦警察局局长迪特·罗曼。 波斯尼亚是欧盟候选国。 德国希望帮助其在法治基出上加强警察结构。 南华早报报道, 在中美关系紧张以及加沙和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 中国作为崛起中的超级大国和世界和平的推动者形象 在阿拉伯世界日益加强。 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中阿合作论坛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召开和平会议 以结束加沙战争和巴勒斯坦人的苦难。 北京还提出了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计划。 同时, 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 中国大使称中俄关系处于最高点。 这引起了西方的关注。 西方媒体对北京和莫斯科的恐惧情绪增加, 常常将其妖魔化。 这使得许多在西方受教育和工作的阿拉伯人, 转向东方媒体寻求新闻。 自冷战结束以来, 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一直受到其帝国野心和干涉内政的影响。 加沙的流血事件和华盛顿在中东的剥削政策, 使阿拉伯人进一步疏远。 西方转而与东方建立更深的联系。 许多阿拉伯人认为, 北京和莫斯科是中东问题的真正调解者。 他们没有政治野心, 主要基于贸易和外交合作。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 大多数阿拉伯青年更信任中国和俄罗斯, 而非美国和英国。 《环球邮报》报道了多伦多Luminato艺术节的 泡泡和气球展览。 尽管这些元素通常能带给孩子们无尽的欢乐, 但这次的体验却令人失望。 作者回忆起曾带孩子观看斯拉巴 《Pollooning》的雪秀, 巨大的冲气球在观众席上滚动, 带来无尽的欢笑。 同样,澳大利亚动画系列 《Bluey》的现场表演 也以巨大的不可破气球掀起了全场的高潮。 然而,Luminato艺术节上的 Evanescent装置艺术却未能达到预期。 尽管宣传中称其为沉浸式的泡泡建筑, 但现场的泡泡数量少且分布稀疏, 缺乏互动性和视觉效果。 令人失望。 最终,作者和孩子离开了Luminato, 转而参加了充满家庭氛围的 Do West Fest街头节日。 在那里,孩子们与巨大的冲气人偶 玩得不亦乐乎。 南华早报报道, 爱尔兰议员克莱尔·戴利 在杜柏林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失利。 这位以支持中国政府立场 称的议员未能获得足够的选票转移。 尽管戴利在社交媒体上 拥有大量追随者, 并得到一些名人如苏珊·萨兰登 和安妮·兰诺克斯的支持, 但她在爱尔兰复杂的比例代表制选举中 未能成功连任。 戴利以反北约反美立场主称, 并在TikTok上积累了数百万的观看量。 然而, 她与威权国家的频繁互动也引发了争议。 尽管戴利为中国在新疆的政策辩护, 称关于人权侵犯的指控是完全的胡说八道, 但她的立场最终未能赢得足够的选民支持。 选举结果显示, 极右翼电台名人尼尔·博伊兰 成为了戴利被淘汰的最大受益者。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t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